哈喽大家好,我是 进阶赛季通行证 四五一个通锁武器 锦线Q区需要滴滴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赛季出大师的小奖剑 玩的是哈肯后院热点 今天这一期又是日服啊 没办法,哈肯能用的素材比较紧张 很多时候不是看我想做什么 是我能做什么 开局一波正面交锋,把点抢了下来 防爆也给了,不换蛋吗? 他还没有换蛋癌 而且这时候换蛋也不能叫换蛋癌 这时候不换蛋才是有问题的 但侧面也反映出了 这位轻轻很自信的 打了一个后再换蛋 开预约杯 一个滑场 再来一个 再换蛋 预约杯显示家里有多有人 他也知道 不是,所以为什么四个队友都在中和币啊 没有人过来帮忙吗? 点里有人 打掉 点周围没有一个队友 这里还有半分钟的 干嘛全在外面啊 关键全来点外也没有帮到多少人啊 坏了,成孤儿了 我他妈 一个人点那也分扎20秒 没有看到一个队友 空队帝 炸了一个下个点的 卧槽 哦,仿杀了 What the fuck 让我闹头了 他也开始断人了 打法已经变成对我的形状了 不过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快到下个点了 这时候进地也没什么用了 下个点了 他这位只会带复活点的 得要往下个点靠了呀 楼梯要脚步 想要断这人吗 断的话得要快点呀 哦,好 没事 复活点过来了 这一步叫空间转移术 不可以 来阳台 切雷 切防爆 很暖心啊 帮队友丢 哦,他要进来 诶,不是 怎么还拿走呢 还丢掉了 啊 不是,这不未必是很暖心的操作 给队友丢了个防爆 然后进来拿走了 拿走就算了 还丢下面 谁丢了也不给你了 谁是 以为很暖心 没有想到是个冰冷残酷的人 嘎了 点很危险 活速帮忙 打掉 远点好人 这点剩最后十秒 抢的话得要快点呀 架一下 一楼 嗝了 那可以下个点了 给克雷 这点方向不对吧 又给了个防爆 我这个子当 是有点帅的 往后拉 再防拉 可以得很丝滑 左龙也出来了 别让队友死了 开左轮 打掉 终没有 再滑右边 再打一个 约背出来了 可以开的 点也没人踩了 可以踩的 好吧 没有开也没有踩 二楼脚步 空摘了 防御也出来了 拆一个头 空的地 哎呀 人死了 没事 也有了 点又没人踩了 他也没了 这波没血 其实可以原地趴下的 但他下一次往右滑场 还想要继续战斗的水势 约背反游都给了 开空对地 看一看 哪个星云 炸了一个去下个点的 可以的 两空对地 虽然都只炸了一个 但炸的人价值还是很大的 来下个点了 给个防爆 哎 打了 还有一个 那这个双傻 约背又出来了 加门口 细节看人队友 给约背了 现在不太确定 对面人在哪 好像确定了 来二楼 卧槽放下来了 啊 他为什么要放下来 这不下来狡猾了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窗边打枪 注意安全 脸上有人 卧槽 这个走位 复活来典礼 打掉一个 再打一个 哇 血锁住了呀 给防爆 不缓一缓血吗 有人来了 疯狂天降 血量在战斗中回满 啊 那没事了 复活后 掐加门雷 哎呦 这波很危险啊 准心稍微低点 就到去位时刻了 点青王了 不过下点了 看外面 很谨慎啊 怎么有脚步 可以的 总结吧 今天的这位选手 上游标准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正版日服 哎真的 他每次没血都好用啊 今天这位选手 枪法 可以给到 传奇T2的水平 对象理解 T1 然后他夜时 我感觉比较枪法好一点 可以给到 T1到T2的水平 最后道具连杀方面 除了那波防暴拉扯 其他都还好 哦 他道具整体来看 还是可以的 可以给到T2的水平 行吧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我承认我落单了 你等着 别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